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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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查得金療磷戒指的血液屬於誰 經過電容測試之後 證實死者戒指上血液的DNA 是跟葉冠榮完全吻合 小心點, 斷針在四姐身上找到 四姐有濫服藥物的紀錄 在針上可能有細菌和病毒之類的東西 小心按鍵 知道 除了死者葉冠榮的血液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人的血液 嘗嘗做電影測試 看看跟葉冠榮的DNA問不合 斷針上面有兩種血液 一種是葉冠榮 而另一種 你猜會不會是個兇手 葉冠榮和金妙齡 都是逃一晚如何月 一個是自己的寫字樓 另一個是自己的家 但是兩個的兇案現場 都沒有被人叫門的痕跡 很可能是熟人做的 葉冠榮的臉上 有被戒指刮傷的疤痕 而今晚金妙齡的戒指上 又有葉冠榮的血跡 和他的皮膚組織 說話金妙齡很有可能 殺死葉冠榮的兇手 本來以他們之前的因緣 這個可能性最大 但是葉冠榮屍體上面 發現他的斷針 經過發症部化驗 除了葉冠榮 還有另一個人的血液 但是那個人偏偏不是金妙齡 金妙齡在死之前 曾經被人性侵犯過 但還留在體內的精役呢? 又不是葉冠榮 照這樣看來 有可能是因為上次 金妙齡被人迷姦的事 他上去找葉冠榮悔起 然後就殺了他 誰知道回到家之後 就被另一個人先姦後殺 兇手殺完人之後 還想擾亂我們的視聽 把他吊起, 裝成像自殺一樣 但是我們不能排除 他倆都是同一個人所殺的 可能金妙齡是有同謀的 他們兩個人殺完人之後 但是不知道為甚麼反面 然後那個同謀 還把金妙齡殺了 還把他扮成像畏罪自殺一樣 要他承擔所有的罪行 卓先生 你知不知道你的伴侶 有沒有得罪過甚麼人 工作上有關的 以我所知就沒有 那私生活呢? 其實我跟Thomas 除了公事之外 私下也很少接觸 至於上班之後 跟甚麼人在一起 接觸甚麼人 我根本是一無所知的 他有定期主席 興奮真是習慣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其實他的事 我真的不太清楚 不過你可以問問 公司公司的Suzanna 我看他們經常在一起玩 我想他會比較清楚 Suzanna 我的傷勢真的沒事了 你試試盡量幫我想想 Anthony 正所謂蔡翁失馬胭之飛福 你很有可能 我相信很快就會有新機會 我答應你 一旦有工作 第一時間叫你 伯伯沒有了黃金機會 可能是整定的 不過如果下次有甚麼工作 你第一時間找我 行了,我答應你 謝謝 馬小姐,有兩位阿Sir想見你 請他進來 我一定是關於Thomas和Lambo那件事 謝謝 你好 Suzanna,小姐,是嗎? 我是曾駒員督察 這是我的伙計 有兩宗兇殺案 想你協助調查 袁先生,你正在這裡 有些事情我女兒想找你談談 找我談? 好 那Anthony 不如你先到我旁邊的評論 room 等一會吧 也好 待會見 好 兩位阿Sir,隨便坐 對了,不知道我有甚麼想問 關於葉冠榮 你知道他跟哪些人有仇口嗎 他很喜歡扮大哥 整天都騙騙騙騙騙的 不過有些事情就算了 麻煩你,可不可以直接一點 好 他這份人如果說到仇口 就多得數不完 不過最新鮮的那個 就是早前過去強姦的那個小女孩 是非之暴盜亂的那個 Thomas算幸運了,沒事 不過慘了就是Anthony 他被這個小女孩打破頭 弄到日本發展的機會都沒有 你的意思是說 Anthony和金妙齡有過節 當然了,比起你也會生氣 上次金妙齡弄傷你 之後你有沒有見過他 沒有,我多數時間在家養傷 很少出街 他會令你沒了這麼好的機會 在你的心裡 不多不少也有一條刺 兩位阿Sir,我聽你們這麼說 你不是懷疑我因為這麼小的事 去殺他嗎 我希望你明白 在現階段 我們是不會放過任何一條線索 好的 你今晚做甚麼 那晚整晚在家裡看碟 看了三點多 有沒有人證明到 我妹妹,整晚跟我妹妹在一起 我妹妹不會殺人的 你們有沒有查清楚的 你先冷靜點 我們現在不是說你哥哥殺了人 我們只是想了解案發 當晚你哥哥在哪裡 跟他做甚麼 我妹妹整晚都在家裡 那天我租碟回家看 看了三、四點 會不會都沒有出街 真的這麼肯定 很肯定 那天晚上我哥累了,還先睡 然後第二天我上班 他還在睡覺 你們兩個兄妹在同一間房間睡 你這樣說甚麼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們不是在同一間房間睡 就算你哥哥半夜出去再回來 你也不會知道的,對不對 我哥哥不會殺人的 上次那個女人打破我哥哥的頭 他不忍心告他 現在怎麼會殺人呢 金妙齡弄得他沒有去日本這個黃金機 一點怨言都沒有 不知道我剛才家翔的大哥 來找Julia搞甚麼 聽說和我打命門有關的 不是吧 你們別亂說 不如亂說 Julia,沒事吧 對了,剛才那個曾Sir 是曾家翔的哥哥 那那個曾家翔呢 在高Sir的房間裡 不過談了很久了 Julia 以後有關金妙齡和葉伯明的案子 你不用再管了 為甚麼,高Sir 為了避免嫌疑 以後這案子的任何證物 你也不要再碰 曾家翔 甚麼 剛才你跟高Sir說過甚麼 沒有,他叫我說回 兩個當時空暗現場的情況 給他聽 甚麼只是這麼簡單 就是這麼簡單,你打算甚麼 那倒是 對呀,如果我打了人的背脊 我也不會承認了吧 你… 你怎麼這麼巧 剛才我被他大哥問完 他就進了高Sir的房間 我還不是被他放毒箭 算了,你現在生氣了也沒用 況且怎麼說 你也是二胸之一的妹妹 你上司不讓你跟這案子的證物 很合理 高,你現在被人懷疑你是殺人兇手 你可以一點反應也沒有 我又沒有殺人,為甚麼害怕 現在真的要擔心 不如擔心 何時遇到黃金機會就好了 這件事我反而不擔心 你看看你,條件這麼好 一定有很多機會 來呀,入杯 我們很久沒有來這裡 這裡和以前人那麼熱鬧 以前放學 我們經常都在這裡 所以我最好喝的 我看一件首歌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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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件首歌的歌 我從頭面對 過後和以後 人如何只貴 在不管這對負 人如何不疑 也放開所有 中歌有一生口 全數 謝謝 有路給你朋友嗎? 她喜歡聽這首歌 本身了你都會怎樣的 其實我就是殺了她 我估計你不會為了這麼小事你殺他 你這麼巧? 我朋友來喝東西 原來這麼多遇到,一起吧 好啊 對了,Mail的身後事搞定了嗎 搞定了 雖然以前也是曾經有個小小過節 但是現在他這樣一下子去了 我們心都很不安樂 很慘呢 現在那幫警察以為我哥哥是殺人兇手 對不起,我不知道搞得你這麼麻煩 真的沒意思 你有沒有懷疑過我哥哥嗎 殺人不是說玩的 大家又不是有什麼心手打擾 我希望這件事可以快點水落石出 那就好了 對了,你們什麼時候去拜Mail? 如果是的,叫我們吧 你們不在乎嗎 我當然不在乎 你們真是有心 其實我打算明天放我去拜他 不如我寫電話給你們 到時想去,你叫我們吧 好啊,我也寫電話給你 新哥 是,來了 你做完事了嗎 我做完事了,隨時可以走了 等一會兒吧 我約會有朋友一起去 他就來了 沒所謂 讓我出去打擾手尾 你看見他的指甲斷了嗎? 難道他就是殺Mail的兇手? 我們先報警吧,好嗎? 怎麼了?你想去哪裡? 沒事 去哪裡?有什麼事? 你有沒有亂來? 什麼? 你們聽我說 你先聽我說,我沒打算殺他 我不是意外而已 你們不要報警 別打算殺他 別打算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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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不用怕 我不會想害你們 你給我指甲斷跟我說 你又去哪裡?別報警 別走 你聽我說 你別打算我 我跟你們說 別走,我叫你們別走 你別打算殺我 別打算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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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兇手是討厭的 你走 大人兇手,抓住他 我不是 抓住他 我…我剛才亂說 我這麼喜歡他,我怎麼會殺他 你不要再鬥血 我們在兇案現場 找到一塊斷指甲 你知道指甲跟指模一樣嗎 上面的紋是獨一無二的 你不用抵賴了 快把這件事說清楚 我很喜歡他 他在我心目中根本是女神 我只是想保護他 我不想有人傷害他 但那晚…那晚發生的事 是我一生人之中 最後悔了 他這麼喜歡她 我想要看這件事 我心想要看這件事 我心想要看這件事 在這件事 我跟他說甚麼 你會去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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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見自己一個人在家裡有悶 宣傳又不得了,陪我 我看見自己就像一個人在玩玩 誰知道… 你真的不負責? 負責什麼? 跟你上過幾次床就要負責任? 只是擺明玩我 你也比我開心 是你貼喝之力貼起來 現在你的肚子又要我揹? 你沒事吧? 是你自己送上門,拿來賤 你真是壞了 別以為跟你上床大了 你瘋了,是個壞人 畢竟是一場夫妻,要不要走得那麼快? 我和老婆聊天而已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幹什麼?幹什麼? 小姐,怎麼這麼悶?不如陪你進去 怎麼這麼悶? 跟你玩玩而已,何必這麼激 你不客氣? 你不客氣,若是風格 你不客氣,你不客氣 我就客氣 你不客氣 你知道嗎? 你不客氣 這裡你寫字樓嗎? 是呀,我寫字樓在樓上 我們現在是否去找導演? 導演哪有這麼早? 你怎麼陪我喝紅酒? 先喝紅酒吧,好嗎? 陪你喝紅酒沒問題 那上次你答應我派那件事 有沒有下文? 當然有,喝完紅酒我和你見導演 到時候你當作什麼角色都行 幹什麼? 你當我是傻的嗎? 本來你情我願就沒所謂 你又在喝水,又認識這個,認識那個 你要喝紅酒,你自己喝吧 你真厲害 我跟著他還沒殺了飛機堡 他還不再找個壞人晦氣 不知道是說,那個女人療興去馬火 我封在門口全都適合 那個人渣?他又亂來? 我要偷掛,我要偷掛 掛了他的肩子,走… 不用怕…沒事… 我在這裡,兩個人在在這裡 我也追人,沒事… 沒事… 沒事吧? 你沒事了? 我送你回家 不用怕…我送你回家 甚麼?你先喝好喝吧 謝謝, 新哥 小心熱 你乖乖喝光了, 接著早點睡 我明天帶你逛街, 看電影, 吃一部啤酒 我知道 很多人一直在我背後說我自己來賤 但是之後你一直對我最好 你不要亂想, 沒人敢說你 誰說你, 我一定替你出頭 當時我真的無法制止 我一直以來對阿Miao的愛母 所以我… 你幹甚麼 難道那我以來 你不知道我真的喜歡你嗎? 你不怕嗎? 快去… 不要走… 不要, 我會給你… 我會給你幸福 不要 別走 不要… 不要… 救命… 救命… 不要走… 不要走… 不要… 我不想她, 我根本不想她死 我還用手按著她的嘴巴 我怕被人聽到 我怕被人聽到 可能就是這樣 不要靠死了 阿M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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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我很害怕,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看他沒有反應 我摸了他的臉, 是冷的 我很害怕, 我怕人知道我殺了人 所以我弄得他好像自殺者 希望可以門天過海 可是我想不到這隻斷了的指甲 可以成為這麼重要的線索 你真的沒有跟金妙齡 去過葉冠榮的辦公室? 沒有, 我沒有殺了那個賤人 你真的沒有? 我可能給他認 我殺了我最喜歡的人 我怎麼不跟你認 我殺了我最討厭的人 那金妙齡呢? 會不會是因為 那天他殺了葉冠榮 所以情緒那麼激動? 不會, 根本不可能 阿Mill那個人做事 他不懂得認識 如果那天晚上他真的殺了人 我一定看得出來 阿Mill, 他不可能做到 好事發生的事 阿Mill 終於抓到兇手了 阿Mill可以安息 只差在謀殺葉冠榮的葉 還沒洗脫 那要看你的神探大佬 何時破案 早點破案真相大霸 阿Mill就不用亂地 被人家說了 你... 阿M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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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別這樣 哥哥,很久沒見過你這麼開心 是嗎?遇到一個正確的朋友 蓁蓁的人又開朗,甚麼都聊得一頓 怎麼只是這麼簡單呢? 原來有多複雜 你那裡很複雜 哪裡 你的心很複雜 你說甚麼? 我說甚麼? 其實你沒拍拖這麼久 又遇到一個正確的蓁蓁了 不就甚麼都流露出來 我哪有,你別在這裡胡思亂想 我胡思亂想,其實蓁蓁不錯 你真的可以想想她的 人家有男朋友了,你叫我叫人長腳 甚麼叫人長腳 她跟那個曾家翹一定沒有感覺 我跟你說,曾家翹又怕事入務主見 遲早分手的 如果你一出馬,一定可以的 剛談就要去追,你就一早成鬥嫂子 我也不想理你,早點睡覺好了 我還沒說完 你吃東西,早點睡吧 你睡得著嗎? 你睡得著嗎? 根據銀行的存款記錄 在過去六個月裡面 卓家輝將他期財為數五萬到十萬的支票 進入葉冠榮的戶口裡 還有一個梁雪麗的 一次過進了三十萬的戶口裡 而在葉冠榮的銀行保險箱裡 發現了這批梁雪麗的裸召 她呢?參加青春玉女選不是那個嗎? 今天報紙有登據的 看看,還有大業本來 來,我先去看 好,我去看 Murray,我去那邊,我去那邊 Murray,我去那邊 Murray,我去那邊 我去那邊,我去那邊 我去那邊,我去那邊 小姐 甚麼事? 警察,我想找張家輝 他在那邊 曾Sir,不是又發生甚麼事嗎? 方不方便去談一句嗎? 沒問題,我去辦公室 搞完了,梁雪麗在那邊 曾Sir,他們借我中心做宣傳 而且有這麼多記者 我們隨便去談幾句 那不如我叫大會寶母 叫她會客室跟你們談 卓先生,由今年三月至八月這半年間 你總共給葉冠榮 上個月有一次還給了十萬這麼多 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其實這是花紅 今年我們公司新制度 花紅每個月清,所以不是這筆數嗎 可是這段時間經濟畢竟 應該少了人玩健身的 你們公司的生意還有這麼好? Thomas一向和娛樂圈的人都有點關係 但這半年來 我們都贊助了不少電視台的節目 搞出了名字,生意越來越好 說真的,我們公司一向的生意都不錯 案發當晚,你在哪裡? 那晚我一個人在家裡 我還記得我感冒 吃了藥,很早就睡,我都沒出過街 為甚麼你會用我們這批照片? 這批照片我們在葉姑明的保險箱找到 梁小姐,為甚麼這批照片會在葉姑明 我以前小時候不會想 想著拍這批性感的照片 可以博出位 怎知道這個壞人原來有存底 拿來威脅我 我上個月參加選美 我已經給他三十萬,他拿回那批照片 怎知道原來他 copy了第二份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你很生氣他,所以殺了他 當然不是,我錢也給了他 我是這次選美的大業門 我很快就會在娛樂圈出人頭地 我怎麼會這麼笨做這種事 那在上個月的三十號 即是案發當晚,你在哪裡? 我們那晚一群人都在西貢集訓 我沒有離開那個房間 如果你們不相信 可以問問我同房的Sandy 就清楚了 是呀,但我會說得明白 集訓期間一個都不能離開訓練營 你肯定當晚梁雪麗沒有離開那個房間嗎 沒有,我跟她聊天聊天宵 那好吧,謝謝你 不用客氣 你有沒有事 這次青春人類的其中一個大業門Sandy 一天服飾為禁減肥藥Little Phyllis 被帶來發現取消資格,真可惜 Little Phyllis 這個藥名這麼熟悉 媽媽,你不是想吃減肥藥 保持健康嗎 你不是肥媽嗎 當然不是 你媽媽身材這麼好 要不要吃減肥藥 不過陳思拉說那種藥不錯 本來我想買給你這個肥爸爸吃 那又不是 後來我聽人家說 說這藥吃得多會令人家常常睡覺 對,那你現在已經這麼胖了 再睡一會,為什麼會肥死你 媽媽,你活該爸爸不讓他吃這麼多 不是活該我們是嗎 你聽聽老…老闆的鼓鼓聲 對… 怕你了,我現在去煮了 伯母,我來幫你 不用了,你跟家人聊天吧 快點進來幫忙吧 還不肯,再坐牠就肥死了 家居,你不肯吃得多糟糕 嘴巴,身也沒見過他動過 又說你叫人家不用,現在沒人 我說不用,不用了嗎 難道話頭聰明 你記不記得那時候小堂菜 來請我們家裡吃飯 不僅是買菜,還炒了,煮了 吃完飯還有糖水 還洗了一碗 媽媽,原來你不是想找個好媳婦 想找個菲蓉 那就容易吧,我跟兩個兒子聊聊 多給你一點點,你馬上找個好 你呀… 什麼時候這麼聰明,學會疾我 我也這麼生氣,我幫你炒菜 好,謝謝 這個卓家輝真是猶豫 有個案發當晚整晚留在家裡 大廈遲遲像紀錄 明明說他那晚十點鐘出去 第二天早上七點才回來 你說,他跟我們說謊為甚麼 身有事 你不過我們跟了他幾天 他差不多每晚都來這裡嗎 還想到他三、四個小時才走 這裡是男歌星Andrew的家? 對,我看那本週刊 曾經暗示過說他們兩個曖昧的關係 我想上去吧 再見 不要,不要緊,不要緊 一頓做事,麻煩你 一頓做事,麻煩你 麻煩你 尹山卓先生 麻煩你們跟我們回警局協助調查 其實我跟Andrew在一起已經三年了 其實狗仔隊跟蹤了我很久了 他們一直都想找我跟Jacky在一起的證據 其實我跟Andrew這麼久了 在勸中早已經半公開了 也沒有甚麼好否認 所以你說,我怎麼會被掩摩費Thomas呢 更加不會殺人滅口 那些八卦周刊經常都在暗示 我是同性戀者 其實我沒有承認過 我也從來沒有否認過 我打算賺完這兩年錢 我就要跟Jacky去澳洲開個農場 過一些平靜一點的生活 我相信他一定不會殺人 那案發當晚,你到底在哪裡 我去了Andrew家 之前我說謊 我是不想你們知道我跟他之間的關係 你那晚真的和卓家輝在一起嗎 是,他在我家裡留到第二天六點 我想我沒必要騙你們 卓先生,你暫時不能離開香港 麻煩你交出旅遊證件 我們會隨時找你回來協助調查 看來卓家輝和尹賀星都很坦白 甚麼都肯說 我就不是這麼說了 是,他們很坦白地承認他們是和成員關係 是,但是卓家輝進了這麼多錢 進葉冠榮的戶口裡 始終有點可疑 走,你去哪裡 根據入境處的紀錄 在過去兩年裡 卓家輝總共去了三十次台灣 知道他去了甚麼嗎 我查過了 他那邊又沒有生意,又沒有親人 看來有點可疑 我們要跟這條線 希望有些新的收穫 大細媽,你們兩個盯緊他 千萬不要讓他回台灣 是,Sir 真是想不到這個Andrew是Gay的 我還一直當是我夢中迎人 你有沒有看 這裡Andrew和菲之寶其中一個老闆Jacky 是Long Time Lover 你猜他會不會為了爭仔殺了葉冠榮 會不會 葉冠榮這麼誇誇 很誇誇 不要這麼八卦 Emily,布Sir找你進去 好,先進去 這裡越來越像無良傳夫台 看報紙去廁所多久都要有人監視住 誰這麼多人監視你 動的東西都起了 樽樽,我訂了桌子 你別忘了 你在赤柱大街新開的美國跑房那裡 很容易找的 今晚七點見,再見 謝謝 斌Sir,你有空嗎 甚麼事 沒有,高Sir叫我今晚放一份報告 在他桌上 我的事不太明白,想請教你 你想請教我? 是呀 我們新來的有甚麼不明白 當然要請教你的年輕人 這樣嗎? 十五分鐘吧,我約了人 沒問題 曾Sir,那這裡呢 不好意思,我真的遲到 我再不去就被人罵了 我有甚麼事就明天再跟你說 好嗎?再見 曾Sir,其實這裡我真的不太明白 我看不到是甚麼字 最後一條問題,哪個字 這個 這個,這個不是剛才說過嗎 葉綠素那個... 葉綠素那個細胞 是呀,我現在記得了 你記得了嗎 我現在記得了,剛才弄錯了 你肯定了吧 好,我真的要走了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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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是要有事改地點 雖然家翹, 電話又不接, 人又不見 亦試試看 你好 先生, 多少位? 一位 先生, 這邊 我有朋友 好 你好, 這麼巧? 你好, 你又聰明了? 天晴說這裡新開張 牛排又挺好吃 那就有空下來試試 對了, 你約了家翹嗎? 是呀, 雖然家翹已經半小時了 人又不見, 電話又不打你 真是氣死我 反正都來了, 你一起坐吧 好 你最近怎麼樣? 又是這樣 你上次跟我說 唯有手提電話說過 跟天后一起合作, 談得怎麼樣? 過兩天就試鏡了 你一定行的 原本我沒什麼信心 不過經你講一講之後, 多一點 我今晚不停稱讚你 令你一百個身有信心, 好嗎? 你這麼說話, 今晚我請 多謝了 電話呢? 伯母, 是呀, 我是家翹 我想問你, 章章回來沒有? 還沒有? 是呀…我約了她出來吃飯了 但她臨時在地點上 我現在等多少都等不到她 有…我有打她的手提, 但打了幾個都不通 剛巧我的電話就漏在辦公室那裡 這樣吧…如果她回來了 你叫她等我的電話 我再次打電話 謝謝你 糟了, 走到哪裡了 你其實做模特兒可不玩嗎? 我不是玩的 有很多人覺得做模特兒很不實際 其實我每個工作都很認真的 那你對穿的衣服挺有研究的嗎? 有興趣的 對了, 我知道最近有一間部設 新開張, 裡面的衣服的風格挺好的 挺適合你的 那你明天陪我去吧 我對你的風格很有信心的 你今晚真是賺了我很多次了 這餐真的請得了 其實你…要哪裡買衣服多? 不知道… 不知道, 女仔… 你買衣服多買衣服 你買衣服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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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問你,有什麼女朋友叫你? 俊俊,我這麼擔心你 你好像一點都不在乎嗎? 我怕你有事,我打你的電話又不通 我以為你… 你經常都是這樣,小蛋都死 你小小事都害怕 餐廳裡面的電話收不到 我打你的電話響也沒人聽 不,我的電話遺漏了辦公室 你也不用在這裡等我 你不懂得進去嗎?鬼鬼鬼 俊俊 幹什麼? 俊俊,我覺得你最近對我有很多不滿意 俊俊,有什麼事你可以說清楚 你說的,第一,我覺得你這個人太瘦了 第二,你思想也不成熟 你知不知道你做事 船頭怕貴船尾怕賊 基本上跟你一起算數安全也沒有 好,既然你有這麼多不滿意 我們分手吧 分一分吧 家翹,你好,起床 家翹 來,早安,媽媽 早安,十點多了,睡得這麼晚 你們這麼早去哪裡 今天公眾假期嘛 我和你爸爸等我喝茶 不早點要找位,哪有位 你覺得這麼晚 你大哥一早就和多德尼去跑步了 你們倆等我一會兒 我洗個臉陪你喝茶 今天公眾假期 為什麼你不用陪俊俊? 吵架了嗎? 不是,今天假期嘛 難得就做一下孝順仔 孝順仔當然要做 但也不能老惡女朋友 我和你娃娃先找位置 你見話也來 好… 別那麼生氣,快點打電話吧 行了… 俊俊俊,你再找位置叫我 再見… 再見 伯母,早安 家翹 是,家翹 麻煩你叫阿俊俊聽電話 阿俊俊不是和你去行山嗎? 他今早就早出去了 是呀…他約了和我去行山 我剛好有工作做,走五開 我打電話給他手提就行了 好,再見 再見 你打電話暫時給林蕭金 請你遲點再打過來吧 衣服真的很漂亮 對,這裡的衣服不錯 最少我嘉誠說了今天 叫你出來就要走 不要緊,做事要緊要嘛 不過你真是有眼光 全部的衣服都很適合 你喜歡就最好了 你先走吧,我自己在這裡看 那好吧,我先走了 好,好運 好,再見 再見 紅色,紅色適合你,你穿得很好看 我也是這樣說,杯色這麼沉悶的 謝謝 謝謝 是 瑤瑤,鑽鑽,你去喝下午茶嗎 沒關係,下次先吧 好,再見 對,大聲一點,聽不見 對,小心 小心 謝謝 小心點,走吧 怎麼這麼巧? 對,這麼巧? 幸好你及時扶著他 不然的話,他真是倒楣了 對,有些人零四幸運 他當然幸運,原來是兩個人 我先走了 你拿著這麼多東西這麼頑固 想不想坐下來喝杯東西? 我知道附近一間咖啡店的咖啡很棒 好 這裡的咖啡是不是真的很不同? 對,跟我平時喝的也不一樣 你一定會在這裡嗎? 我已經二十年沒回來香港 你外國回來的? 那你回來幹什麼? 我現在退休了 無所事事,就回來逛逛 你這麼早退休真是事無死人 其實現在很多人都是這樣想的 寧願早點退休 爭取時間,享受人生 你這麼早退休又不用工作? 要不你自己捱得很辛苦 要不你中了樓梯 再不就你二世了 那你說呢? 我猜你是第一種 這二十多年來香港真的變得很厲害 有什麼地方值得去的,就介紹一下 其實難得我們聊得這麼開心 你又從外國回來 我一會沒香港兩人移業出一分力 要不,你這次是否跟家人回來的 其實我現在一個人 逍遙自在,喜歡去哪兒就去哪兒 那就還好 看我什麼時候可以像你那樣 自由自在,到處都去 打破機會了,快嘗嘗咖啡 好 Emily,你收到上的東西搞定了嗎 差不多了 葉貝人案件的發言報告 曾Sir那邊推出得很緊 對不起,我收到上的報告 剛剛才搞定 稍後再幫你做吧 那你跟Morbit今天搞定了,好嗎 好 Jolie 甚麼 你也好,葉貝人案件不用你進班 你最少很多 兩天了,甚麼都生氣了 還是不肯聽人家的電話 你們真的沒有紳士封道了 針水只是針給自己喝 我真是不明白你們這些女孩子想甚麼 我上次說幫你,你就說我 我這次不幫你,你就說我沒有風道 你們究竟女孩子想甚麼 我說你一句 你用不著一嘴罵我回頭 你怎麼會把頭疼,被人飛 搞成就對了 在斷針上面那兩種血液 再做一次測試 看有甚麼新的線索找到出來 聽說我死者之前的私生活很不檢點 女朋友也多數不完 她的血液也不知道有沒有是Ace Ace,做愛滋病毒的測試 楊冠榮的DNA已經抽取出來了 那做電影測試 看看這個差檢情況 Ace病毒的排列 和楊冠榮的排列完全不同 那就可以肯定 有Ace的不是楊冠榮 是另有其人 我早就說這個卓家輝很有可疑 現在知道斷針道就驗到有A史 但葉冠榮又不是愛滋病的大混者 那不用問了 殺葉冠榮的兇手一定是驗到A史的 大老人, 發政科那邊有料到 我知道, 高Sir剛才叫了我 我和阿奇都有料到 我們查到卓家輝 在兩年前已經進入台灣 那他就可以用公民的身分 享受台灣的醫療福利 包括專業愛滋病的雞尾酒治療法 烈焰在亂戳戳同應放手 手片仍渴望擁有 有過了折磨有傷痕 是恨或是愛愛這意外 偷偷得完半夜苦頭 透過這零聲碎片終止 難追究, 難追究 真真假假假飄飄 忽忽忽會黑群或淚流 我與你怎去決定誰索錯誘 誰人活一生內疚 難參考 紛紛妖妖事事點點撇開我變自由 偏偏心中的思念從未 本來是